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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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通过学习一个面对之后啊 我们所有的资料理采用 基本上就已经全部OK 对吧 第一个啊 基底啊咱们只需要做一个这种带入 一点面的尖的一个这种感觉的 东西 对吧 OK 我们基底的话呢我们做一个500乘500的 对吧 啊 100吧 100乘100啊高度为10 高度为5吧 然后上个别的卫星 OK然后呢我们从这边呢 新建一个圆柱体啊 上面怎么做成那种尖的呢 可以说稍微看一下 OK把他的高度呢去往高里去调整 高度 啊 然后呢走上这 这就不要动了啊 各个人都说了 必须要稍微我们去调一调 好 那可别可别你这边行 我选择我们的顶点啊 缩放 然后呢缩放 然后呢缩放 对吧哎 缩子就做完了 对吧 然后通过这个东西呢 啊工具 啊阵列 对吧 我们 要移动吧 移动 沿着哪个轴啊 也先先沿着我们的X轴啊 否则是395的 预览 预览一下 对吧 有时候有点少 因为最后一个感觉好像 没到地方 所以我可以加 OK 差不多了 对吧也可以到第一 像一点点 好了 点击确定 然后呢我们选择用它 然后呢全部选择用在工具 正面 沿着哪个轴呢 103对吧 啊 OK 沿着我们的Y轴吧 103 好 预览 有 往这边跑了 对吧 那我们的参数呢 是设置一个复数 然后呢再预览 然后呢 我们在这时候再调一点点 然后点击确定了 做完了 对吧 简单吧 啊 你看再看后面呢 上面加一些球体吗 我们随便做一些球体 就OK 这地方呢就是说做一个这种 啊 上面比较圆润的一个圆柱体 就可以了 那这种东西应该怎么做呢 啊 一样一道理啊 在我们的标准机编地下 那里面有一个 叫做切角圆柱体 OK 咱们随便去画一下子 好 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地方的 圆角分段数呢 我们要提一下 好 好 然后呢放到看到这个位置上 再进行一次阵列 好 文件工具啊 阵列 OK 预览 把它的数量呢 再往小里去架一架 OK 就点击这个 选择中它们 啊 组工具 阵列 然后呢 选择我们的L四轴 101 对吧 预览一下 点击确定 做完了 对吧 简单吧 OK 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啊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一个管装体吧 我们把圆柱体换成管装体 就可以了嘛 那么 那么这种物体的话呢就是一个单片嘛 这种单片 单片 待会儿 待会儿咱们 待会儿说 这是几个几个管装体 来三个管装体嘛 我们做到三个管装体 然后呢 进行附加在一起 后再进行整理就可以了 啊 这些地方就是说 整理一些球体就OK了 然后再咱们再讲一下最后一个 叫做 这个东西啊 是有很多个这种片出同的 那这种东西应该怎么做的 然后你看一下 先画一个嘛 对吧 这个片是怎么做的 用线条啊 任意的去画一个 他们关键啊 想要怎么画怎么画 对吧 好了 我就要这样的一个片 这边呢 线条和线条之间呢 千万不要打岔 这样就可以了 组合都肯定一个面 可边去各边行 对吧 好 加一个壳 壳我们也讲过了啊 讲了很多很多次了 好 然后呢 通过这个东西来 然后呢 一个边上 工具整理 对吧 啊 预览 然后呢 他的他的这个地方呢 稍微往 低了去走一走 啊 刚好进来 开什么呢 旋转吧 对吧 沿着这个轴 稍微转一下 嗯 啊 这个这边整个话 就不用转了 跳一个走 OK 然后呢 把他们之间的位置 稍微去换一下 对吧 因为现在的话呢 太太统一了 好 这的话呢 就不是那么的统一了吧 引入他们 然后呢 再工具 阵列 沿着哪个轴呢 沿着哪个轴呢 沿着我们的Y轴 沿着我们的Y轴 沿着我们的YY轴啊 改成一个正数吧 把他那关掉 啊 然后呢 放大啊 啊 旋转的话 这里面这里面怎么去转的话 估计是已经不好转了 对吧 那我们只能是转完之后呢 手动的去调整一下他们的一个位置 就可以了啊 这个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用 这种正面结构的话 用我们正面的话 做做起来感觉还是有点灰烬 啊 我们回头再来说吧 看一下怎么做会比较好 对吧 但是他也是如果说是一个比较规则的 一个这种正面正面结构的话呢 是可以这样做的 如果说不规则的话呢 实际上通过别的办法去做也可以 你们可以去 想一下啊 用什么正面的结构呢去做 是比较 简单的啊 咱们这个面子呢 也学过 你们可以去想一想啊 我就这里的话咱们就暂时呢 先不说了啊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没有问题 啊 去想一下吧 比如这种正面结构 就是相当于是给你们留了一个 呃 疑问吧 啊 留了一个思考作业吧 啊 这个模型啊 通过什么面对做 是最简单最快的 好了 咱们这几个先到这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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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